大家好 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山东输球救出三大水货 虽然惨遭打领 新帅被痛批 公努民获出山 今天和球迷们一起来聊一聊山东队的最新情况 众所周知啊 在昨天晚上 山东队赢了一场交点大战 那就是啊 丢林队的比赛 最终啊 山东队啊 惨败给了 丢林队 呕起了 丢林队还缺少了当家球星怪人 在这种情况下 山东队啊 几乎没有给丢林队造成太大的威胁 这也让很多球迷啊 对于新赛季的山东队啊 感到担忧 那么本赛季啊 山东队的头号球星 丁燕如航 忠如王者归来 在首场比赛中啊 小丁拿下了高分 很多球迷啊 就开始高呼啊 丁燕如航 忠如王者归来 那么啦 小丁的 经纪人 随眼形势呢 更是高调的在世界美国上面表态啊 将小丁吹口了一番 那么然而啊 来到了第二场比赛之后啊 丁燕如航 迅速被打回了软型 团场比赛 登场21分钟 仅仅拿到5分 三分球 七投一中 从小丁场上的表现 我们也可以看出啊 他已经 不是受伤之前的小丁了 个人的进攻啊 逐渐的失去了威胁 很少看到小丁啊 持球突破 更多的进攻手段啊 都是以外星投射为局 这样的小秦峰啊 其实是很难逆足的 那么因此啊 虽然在前面的高调表态啊 似乎已经惨遭打理 对于小丁而言呢 我们能够看到他重返赛场就已经满足了 如果说对于小丁 希望子过高的话 那么这种啊 很有可能会遗憾收场 长期的推战 再加上重大伤病的影响 已经让小丁了 不可能再恢复到疫情的神龙状态 那么因此啊 作为球迷 我们对于小丁呢 更多的是一种祝福 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那么本场比赛 三中队啊 之所以毫无还手之力 惨败需求啊 我个人认为 主要原因 还是在球队的心血 虚常所的身上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啊 本场比赛 三中队的心血啊 在排兵布阵上面呢 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特别是对球轮去场实际的安排啊 引发了三中球迷的广泛质疑 那么本场比赛中啊 焦海龙登场42分钟 仅仅拿到4分 几乎打满船场 既然说焦海龙状态不佳 为什么不用林青小将来替换焦海龙呢 即使说无法拿下比赛的胜利 也可以担任林青新人 这样的用人办法了 只会让三中队啊 毫无收获 确实啊 让很多球迷啊 表示不满 那么另外 就是 这个小丁啊 登场比赛 登场21分钟 只拿到5分 各种状态不佳 而且小丁 也是刚刚三日复出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说 球队大比分落后之后啊 还是应该给小丁啊 一定的休息时间 如果说 这个高强度的使用小丁啊 很有可能会导致啊 呕刺伤病的发生 这样的话呢 对于小丁本人 对于三中队本人啊 都是一种重创 那么因此啊 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啊 很多三中队的球迷啊 也是 这个痛批球队的新帅 认为啊 这个龚努民知道啊 这个应该啊 做出一些调整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 三中队的新帅 许常所知道啊 犹如是刚刚接替啊 龚小斌的率位 因此啊 对于球队的整体环境 包括球队的这个安排啊 并不是很熟悉 那么因此啊 球迷们应该给他一点耐心 如果说三中队继续需求 导致成绩继续下降的话 那么很多球迷认为啊 不排除啊 龚努民知道啊 会选择火星驱山 众所周知啊 龚努民知道 作为中国男人的 功选举率 拥有非常优秀的指教能力 其实很多球迷期待着啊 龚努民能够执掌率应 但是这种呢 管理者还是选择了徐长所 给他一些机会 并不代表说 徐长所的率位 就一定是持那机会 如果说三中队啊 本赛季开局不利的话 不排除啊 球队会坐驱 这个焦点组的调整 很多球迷啊 也期待着 龚努民知道啊 能够重新出山 执掌率应 球迷朋友们 是否支持呢 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